疫情今年会不会继续拖低港股 传统收租股又会不会无运行 暂时会 因为现在疫情基本上是说 是非常多的限制 可能两个人一台 六点钟又是可能不能够吃饭 很多公司都在家 一定对于收益是来自 可能是物业会有点影响 先不要说房地产 是说楼价的问题 是说租务来说 来自包括写字楼和商场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 这是第一件事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件事大家知道 收租物业是要根据当时的估值 做一个调整的 所以这条数就大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领展 领展其实是个业务很好的 但是为什么股价都好像受压呢 因为它整个叫做物业组合 比如portfolio是说2000亿 在极端情况之下 好像早2020年 如果减值是10% 都说要在会计报表里面 是要入数200亿 你想想要收多少租才填到这条数 所以很多公司 其实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物业或者投资物业的减值 这件事如果是在疫情在香港继续继续下去的话 那对相关公司呢 会是有点影响 所以我觉得 现在疫情未受控啦 香港 如果很多的业务就是和香港 和疫情是相挂勾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能都小心一点 包括是什么呢? 零售啦 包括可能 刚才我看到在这个表里面有的医师健康啦 因为你都没得非法 没得做facial 这个真是迫着打的 所以没办法啦 一定要找清楚 每间公司 它受惠和受利的因素 那现在的负面因素出现的话 双方公司一定会受压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收租股股 我们粗糙的收租股股 暂时都差了一点点